好了同学们 1471句 我不知道做什么 来同学们 这是主语 这是谓语 做什么 这是一个宾语 做知道的宾语 那么在英语中有一个 疑问词 加图度 做宾语的结构 我刚刚讲完 就在刚才 做什么 那么在英语中 有没有how to do呢 没有 有how to do加宾语 为什么呢 因为做这个词是 几乌动词 什么叫几乌动词啊 得接宾语 那么度后面没有宾语 怎么办呢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what 就是度的宾语 这个what 就是度的宾语 这不就是宾语吗 这个what 就是度的宾语啊 同学们 你们能知道吗 所以 what to do 不缺任何成分 但是 how to度不行 how to度缺宾语啊 你这个how 不是就方式提问 那你缺宾语啊 你咋办呢 我加个宾语 不就完了吗 但是老师 我不加呢 how to do呢 你这是方式提问 你宾语呢 你宾语不丢了吗 所以英语中 没有how to do 没有how to do 但是有how to do something 但是有how to do something 能听懂的 打个懂 能不能听懂 how to do something 我再说一遍 这道题 是一个考试原题 是我们一个考试真题 英语中 没有what to do 有 英语中 有what to do 没有how to do 没有how to do 但是有how to do something 我再说一遍 英语中 有what to do 没有how to do 但是有how to do something 来同学们 我不知道做什么 这是主语 这是谓语 从这里 到这里 是什么呢 从这里 到这里 你们记住 它是一个宾语 谁的宾语呢 no的宾语 这是疑问词加图度 做宾语结构 做谁的宾语 做no的宾语 所以记住 英语中没有how to do 但是有how to do something 把这句话 给老师背下来 背下来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不知道做什么呀 干点啥呢 不知道 好了 这句话 想完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吗 继续 1472个点 这本书是关于他 长大成人的事 妈呀 这题可难了 长大成人 关于 这还有一个他 啥玩意这是 妈这题可挺难 这题可挺难 这本书是关于他 长大成人的 来同学们 首先长大是啥呀 grow up grow up 长大 关于是啥呀 about 死性借此 后面借读应 借此后面借读应 我讲了八百遍了 借此后面借读应 我讲了八百遍了 来同学们 这本书是关于他 长大成人的事情 主语 the book 细动词 看着没有 借此短语 关于不是一个借此吗 关于他 他不是宾格吗 借此后面用宾格吗 关于什么事呢 长大成人的事 借此后面借动词 不用督应吗 你的宾格 你的督应 都是借此决定的 老师再说一遍 你的借此 你的宾格 听好啊 你的宾格 你的督应 都是借此决定的 借此 借宾格 借此 借督应 借此 借宾格 借此 借督应 这一本书是关于他 长大成人的 这道题 你们都不会 我不讲 你就不会 借此 借宾格 借此 借督应 考试原题 来继续 1473题 有一个小女孩 在地上哭 来同学们 有 看见没有 哭 看见没有 来吧同学们 雷儿B句行 我问你们 回答老师 雷儿B这块 这是啥 什么语 雷儿B加主语 然后加督应 看了 雷儿B加主语 加督应 有某人 在做某事 你们看 有一个小女孩 为什么意思 因为是一个小女孩 这不是单数吗 There is a little girl 谁在哭啊 小女孩在哭 当这个主语 和这个动词之间 是主动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用读音 There is a little girl crying on the ground 在地上哭呢 There is a little girl crying on the ground 有一个小女孩 在地上哭 这不是地点庄语吗 看着了吗 这不地点庄语吗 在哪哭啊 在地上哭 那么有人就会问老师 哎老师你说 雷儿B后面是不永远接读音 不是 不是啊 可不是啊 是不是雷儿B后面 永远接读音 不是 你们看的啊 第一 有一个女孩在哭 来 有作业要做 我还没做呢 来 三 有一个木头制成的桌子 来 同学们 炒汤 雷儿B下主语 一个女孩 作业 一个桌子 全是雷儿B剧情 都写了动词 哭 做 至丧 怎么办 怎么办 啊同学们 怎么接 全接读音吗 全接读音吗 同学们 不行啊 老师教你们来 当这个主语 和这个动词之间 是主动关系的时候 看到啊同学们 我们用 当这个主语 和动词之间 是事情要做 为做这种关系的时候 我们用 当这个主语 和这个动词之间 是被动关系的时候 我们用 过去分词 老师再说一遍 当这个主语 和这个动词之间 是主动关系的时候 我们用 当这个主语 和这个动词之间 是要做 为做关系的时候 用 当这个主语 当这个主语 和动词之间 是被动关系的时候 用过去分词 来同学们 有一个女孩在哭 你们用啥 回答老师 来回答老师 有一个女孩在哭 你们回答我 听啥 把答案给老师敲出来 有一个女孩在哭 把答案给老师敲出来 我看你们添啥 来同学们 你们试一试啊 我看看你们能添出啥来 这个题 来试一下来 宝贝们 天啊 爱 天独有 真聪明啊 天独有 啥毛病没有 天独有 啥毛病没有 添得非常非常对 非常非常对 表示什么呀 谁在哭 爱说的对 那这个呢 有作业要做 这个添啥 啊 这个添啥 添什么 添土度吧 作业要做 不没做的吗 那不是图度吗 这个添什么 有一个桌子 什么桌子 木头制成的桌子 来同学们 这个添啥 这个 桌子和制造之间什么关系 同学们 哎 天的是妹的 你们真聪明啊 很棒啊 你们 你们非常棒 天的是妹的 全对了 全对了 来 全对了 你们非常棒 啊 非常棒 来 咱们把这个题写这 你们看我写的对不对啊 注意看 注意看 老师写的对不对啊 别留号啊 第一个 看到啊 有一个女孩在哭 别留号啊 有一个女孩 在哭 主动 我写的对不对 我写的对不对 啊 同学们 There is a girl crying 是不是女孩和哭之间是主动关系 我写的对不对 我们再来 再来 看啊 有作业要做 表示事情未做 我写对不对 对不对 第三 有一个桌子 什么桌子 木头制成的 看到啊 有一个桌子 什么桌子 木头制成的 Made of wood 这个桌子和制造之间 这个桌子和制造之间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 被动 对不对 对不对 同学们 There is a girl crying 这个名词和动词之间是主动 用 这个主语和动词之间是未做 用 这个主语和动词之间是被动关系 用过去分词 There is a table Made of wood 有一个木头制成的桌子 所以有人问老师 There be 后面接词的时候 There be 接主语 再接动词 一定是 Doing吗 不一定 可能是Doing 可能是 To do 可能是 过去分词 学会了吗 告诉我 学没学会 你看我讲的 明不明白 啊 你看我讲的明不明白 你听我讲的清不清楚 啊 你看这个新课帅不帅 幸运老师英语四千句 你看这四千句牛不牛 明白 哎呀 真聪明啊 都懂了吧 这四千句新课 必拍 直播间所有人都是 是你最值得拍的课程 啊 就这四千句 嗯 明白了吧 对自己去描 是吧 在二号连结 自己去描 在二号连结 自己去描啊 明白了吧 太重要了 不是重要啊 同学们 太重要了 相当重要啊 非常重要啊 同学们 那不是太重要了吗 这可不描想啥呢 那不描飞了吗 太重要了 好嘞 细细 第一千四百七十四个点 我到达了 这个小岛 妈呀 到达 Arave in Arave on Arave at 老师写错了 到达我们老师讲了 不是Arave in 就是Arave out 那你们老师讲错了 还有一个Arave on呢 你们说他是不是到达 你们猜 你们猜他是不是到达 你们猜 你们来猜一猜 他是不是到达 啊同学们 你们说是不是吧 你就告诉我 他是不是就完了 他要不是 我都算白数 你们看是不是 他是不是到达 啊你们看看 必须啊 那这个咋回事啊 因为你到达的是一个岛 在岛上就用 I arrived on the island 小岛 它用 可别错呀 这个到达可了不得 老师不是用音和爱他吗 不是 还有岛的 看到没有 还有岛的 可了不得呀 好好看呢 1475个点 我爬到了爸爸的后背上 来 爬到后背上 这可挺重要 首先 岛头 岛头 印和 印头的区别 非常重要 岛 静态界词 岛 动态界词 印 静态界词 印头 动态界词 不一样 老师什么叫静态界词 静态界词表示一种静止关系 你比如说 看 这个比赛 做得上 静态界词 那举个例子 我爬到了爸爸的后背上 有一个位置移动 就是动态界词 安兔 比如说 我在房间里 静态界词印 我走进房间里 看 这是房间 我给这呢 我走进房间里 就是印头 我本身就待在房间里 就是印 懂不懂 懂不懂 我本身待在房间里 我就是印 我走进房间里 就有一个位置移动 就是印头 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一个叫动态界词 一个叫静态界词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暗和印是静态 暗处和印头是动态 这颗细不细 同学们 这颗细不细 哎 这颗细不细 你们自己打出来 如果我这颗细不细 想不想细 啊同学们 来 我爬到了爸爸的后背上 主语 我 位语 爬 我爬到爸爸后背上 表示一个位置移动 我原来肯定不是在爸爸后背上 然后我爬上去的 所以 on to 老师用暗给不给分 给你零分 你要敢写成暗 我就给你零分 你要写成 on to on to 啊 非常详细是吧 on to 爬哪了 my father's back 我爸爸的后背上 这个后背 就是一个名词 my father's back 我爸爸的后背上 行物带 还是所有格啊 哎 同学们 你们说 这是行物带 还是所有格 my father's back my father's 是行物带 还是所有格 你们告诉我 他是行物带 还是所有格 他是行物带 还是所有格 是什么呀 哎 所有格 来继续 哎 对了 1476个点 非常棒 都答对了 他们失去了生命 在地震中 来 失去生命 在地震中 首先 失去生命 lose one's life 失去了 某人的 生命 所有格 或者是行物带 lose one's life lose one's life 失去生命 在地震中 in the earthquake in the earthquake 在地震中 能一样吗 失去生命 lose one's life lose one's life 在地震中 in the earthquake 不一样吗 来同学们 考点以会 坐提全对 他们失去了生命 在地震中 这是主语 这是温语 这是宾语 那么生命 生命这个词 把fe 换成了 ves life lives 我问你们呗 可数不 啊 同学们 生命可不可数 一个人一条生命 你说生命可不可数 你们告诉老师 生命可不可数 你们就说说 生命可不可数 必须可数 以f 以f 或fe结尾的 把f或fe去掉 加ves 在地震中 in the earthquake in the earthquake 逐语 未雨 冰语 啊 逐语未雨冰 然后这个印呢 一定要注意啊 啊 一定要注意啊 在地震中 失去生命 earthquake 继续 我拿着一本书 出去了 拿着一本书 主语是我 未雨是出去 你们告诉我 拿着一本书 是什么成分 来同学们 你们告诉我 拿着一本书 是什么成分 你们说说我听听 来 同学们 你们告诉老师 拿着一本书 是什么成分 你们说一说我听听 啊 哎 伴随状语 我怎么出去的 我拿着一本书出去的 他做的是一个什么成分呢 他做的是一个 伴随状语 非常重要 他做的是一个伴随状语 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做的就是一个伴随状语 这点 这点请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也要记住啊 那用什么伴随状 Visa Visa表伴随状 Visa表伴随状 出去 go out with a book 拿着一本书 主佑我 过去试 Visa book 做伴随状语 我怎么出去的 拿着一本书啊 我问你们一问 我问你个问题吧 来 来 你听了啊 我出去 拿着一本书 来 我出去 拿着一本书 我出去 拿着一本书 我用动词Ig 能不能表伴随 好 行不行 我拿着一本书出去 老师不想用 借词端语了 我用这个动词Ig 能不能表伴随 同学 你们想一下 可不可以 必须可以 所以我们会发现 行是不是 行 我们会发现 借词端语 和 动词Ig 都可以表 伴随 借词端语 和动词Ig 都可以表伴随 非常重要 请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明白了吧 重要不 太重要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